这个世界上,比谋划力更重要的,或许是决策力,俗话说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,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最难的事情不在于没有选择,而在于不知道该如何选择, 人在选择面前,都是懦弱的,一阿信的朋友陈思凡,就为这件事烦恼,虽然名字里带了这个凡字,可是在周围的朋友里,思凡可一点也不平凡,他的家境在当地算是不错的,思凡自己也争气,从小学习就好,上的是名牌大学,学的是金融, 大学毕业后,他父亲就找了关系,把他安排进了一家不错的上市公司做高管,可是思凡快乐吗? 有时候人呢,也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,没得到的想要,得到了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,思凡说,我打趣道,你这是饱汉不知的汉迹,才三十来岁就啥都有了, 未来前途一片光明,你就偷着乐了,阿信,可真不知为什么,我觉得一点也不快乐,总觉得自己是活在父母的影子,思凡说,怕你是有心事吧,我说,嗯,我想离开我现在的公司,去做点别的,比如创业,思凡说,那你就去作为,有什么顾虑吗? 我说,他点了根烟说,我爸妈不同意,他们觉得这么做是浪费时间,可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,完全没有兴趣,更没有激情,关于创业你有把握吗? 我问,有的,这些年我一直在积累人脉和渠道,我是从不打没准备的仗子,阿信,你说我该咋办呢? 二,相信很多朋友有着跟思凡一样的问题,比如到底是打工,还是创业呢?打工觉得不甘心,创业又有风险,加上家人的阻拦,那么,我们到底怎么办呢? 其实你会发现人的一生,到最后的结局都是自己选的,是赏凡成最大学者,都是于最关键时刻,善于做最后决断的人,对,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决断力。 说到决断力,我们就不得不说冰箱韩信,当年他被吕制算计时,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,我当初不听短空之言,啥意思? 纵横家短空作为韩信的谋士,曾经多次怂恿韩信与项羽,刘邦分庭抗礼,三足鼎立,可是韩信念及刘邦的知恩,始终合一不绝。 俗话说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,或许说的就是韩信,就如宽公说的,贵贱在于古法,忧喜在于荣次,成败在于决断。 一个人是贵事件,是从古相商能看出来,是忧是喜从面色上就能看出来,事成事败,关键就在于看他是否能得决断,只可惜,韩信是一流的兵法大师,一流的谋划手段。 但却只有三流的决断力,每次给快通的答复都是,容我再想想,一直想到小命都丢了,才想明白。 可是呢,一切都为时已晚,三人生向左走,向右走,走的不同的方向,你的人生旅途也将是不同的风景,那么鬼谷子是否给我们一些建议呢? 有的,一共五句话,鬼谷子说,威尔美名者,可得觉知,不用费力而,亦成者,可得觉知,用力犯勤苦,然不得已而为之者,可得觉知,却患者,可得觉知,从福者,可得觉知,鬼谷子知道,我们都是不擅长做决断的人,所以他给我们设定了五种提高决策力的标准。 一,虽然有风险,但是能获得名誉的,可以马上做决断,二,不用费力气,轻而易举能成功的,可以马上做决断,三,虽然比较辛苦,但是不得已而为之,可以马上做决断,四,可以躲避祸患的,可以马上做出决断,五,可以获得好处的,可以马上做出决断,那么韩信属于第几点呢? 用力犯辛苦,然不得已而为之者,可得觉知,虽然宽空的建议会有风险,而且会耗尽心力,但是为了生存,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,虽然韩信是毛化高手,被尊为兵先,可是算天算地,算到最后,还不是因为不懂决断一命呜呼, 人生,有时候必须要学会果断,懂得做决策,那么看管,你觉得我的朋友,有司法应该怎么办呢? 学习国学鬼谷子谋略智慧,欢迎关注鬼谷子微信公众号,bduz7619299,我们一起纵横百合,鬼谷论道。 学习国学鬼谷子谋略智慧,欢迎关注鬼谷子谋略智慧,欢迎关注鬼谷子谋略智慧, 学习国传统归智慧,欢迎关注鬼谷子谋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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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自成功, cheers、 khidjd样畔 Inte近岁一个专门拜论子 gere任何 Joel端 忽懒 开访路波 했던个月流ий智慧,欢迎关注鬼谷子谋略智慧,欢迎来自音乐 Mercury bigl tom, 穿路状弹猜略晧安心,摆路 早期日记忆当天使奏 pandemic,çons迺慧 親人家里